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revenue呢 其实是伸展了21个million或者是24个% 如果同期相比的话 最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为它的一些子公司在台湾 马来西亚 新加坡呢 这三个地区呢 都是有增长的 尤其是它的整体销量在semiconduct的盈利呢 非常非常的稳健增长 因为更加多的demand 也就是更加多的需求 还有更加多的order呢 从它们一个最主要的customer 而且呢 尤其是在它的台湾那边 要求是非常高的 而这家公司的菲律宾的子公司呢 也开始在生意上呢 有着更好的增长了 而且呢 有新的合约被secure着 也就是拿到新的合约了 Fronkin在这个季度 也就是6月30号 2021年的 Profit After Tax 也就是PAT呢 是达到了27个million 然而这是高的5.2个million 或者是23.7个million 对比上一个财政年的21.8个million 增长了23.7% 它的盈利最主要的增长呢 是各个国家的整体销量呢 都有增长 虽然有一个国家是拖后腿的 但是整体来说还是增长了 而这家公司呢 也有Foreign Exchange Loss 在这个quarter 是损失了0.7个million 然而去年同期呢 是Foreign Exchange Gain的0.1个million 所以呢 在兑换率方面呢 其实它是吃亏了一点点的哦 公司也表示呢 如果他们把Job Support Subsidy 也就是一些知识员工的一些Job Support的一些津贴 还有也把Forex Loss拿出去的话呢 其实整体的quarter performance呢 应该是40.3%比上一期好 但是由于他们给予Job Support的Subsidy啊 还有一些Forex Exchange的Loss呢 所以其实表现比较逊色了一点 原本的是40.3个% 他只拿到了23.7 但是整体来说呢 Foreign Exchange也是在稳健的增长的 Foreign Exchange这家公司的6个月的performance呢 其实是不错的 它整体的6个月的performance呢 就达到了212.1个million 截至6月30号2021年 这是对比同期相比的6个月 也就是去年2020年的6个月呢 是高出了39.7个million 或者是23个% 而它的Profit After Tax呢 更高了29.5个% 或者是11.8个million 因为呢 它有更加好的销量 还有它的Cost Management呢 更加的Efficient 所以它才达到了这个PAT 所以整体来说呢 Foreign Exchange在这一边呢 暂时性还是达标的 但是全年呢 是否能够超出目标呢 还是它超出它整体的revenue呢 还有再看接下来的两个quart 接下来呢 我们来对比一下 它在6月30号2021年 还有3月31号的quart的表现如何 在revenue方面呢 原本的103个million 增长到了108个million 但当它的revenue呢 是增长了4.9个% 或者是5.1个million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哦 其实它的revenue是有增长的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它 PBT还有PAT呢 反而它的Profit Before Tax呢 从35个million 是下降了一点点到34个million 减少了1个million 它的PAT呢 就是Profit After Tax呢 从原本的24个million呢 增长到了26个million 所以呢 你可以看得出呢 其实它的quarter比 跟quarter的表现呢 其实表现蛮stable的 就不会有大起大落 而是慢慢的 缓缓的 一直表现的稳定 稳健的增长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Frontkin这家公司的 主要revenue来自于哪里呢 首先你就可以看到 台湾呢 是最大的revenue来源 达到了74个million 占了70%多个% 在整体的dotal里面 接下来呢 就到新加坡15个million 而马来西亚呢 供应了14个million 排第三 还有菲律宾呢 3.6个million 而Indonesia呢 只有区区的157千而已 然后呢 整体的operating profit呢 最高的也就是台湾了 达到了28个million之多 接下来到了新加坡 4个million这样 才到马来西亚 1个million 然后呢 Indonesia呢 是直接亏损了97千 所以整体来说呢 在Indonesia那边的表现呢 也许因为COVID的关系 表现的并不是非常理想 其他国家的整个revenue 的contribution呢 是非常的不错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Fronkin这家公司 balance sheet里面的 Current Asset 还有Current Liberty 这家公司的total current asset呢 在截至6月30号2021年呢 是达到了484个million多这样 而他的current total current reality呢 是145个million 整体来说呢 他的current reality 他的current asset呢 是够cover他所有的 current reality的三倍之多 所以整体来说 是非常安全的 尤其是他cash loss那一方面 而他手上握有的 312个million的现金呢 是能够把他total的 current reality呢 轻到七七八八的 而这家公司的 non current reality呢 也不会很多 只有一点点罢了 所以呢 这家公司的债务呢 是非常非常的稳定的 你也可以看到 Track Receivable呢 也是有稍稍的增长 从去年12月31号的 103个million 增长到了111个million 还是符合预期的 毕竟他整体的销售 也就他的revenue有增长 Track Payable呢 他的Track Payable呢 是稍稍滑落了1个million 从原本的18.831个million呢 减少到了17.664个million 他的Other Payable和Accrued Expense呢 是有增加的 从原本的99个million增长到了106个million 然而其余的东西呢 都没有太大的动静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Frontkin的前景如何吧 这家公司在 first quarter跟second quarter的PAT呢 是增长了23.71个% 还有29.5个% 所以对于整体2021年呢 他们是相当乐观的 而且最主要的原因 他们会那么热观呢 是因为 他们的semiconductor的生意呢 不断的在增长 无论是订单还是销售 都有着非常大的增长 这让Frontkin觉得 他们是有在今年 创下历史新高吗 这我们就有带时间的考验啦 然后呢 根据Semiconductor Industry的Association呢 也就是全球半导体的工会表示呢 全世界的那个 Semiconductor的那个销量呢 其实在4月份的时候呢 是增长了21.7% 从原本的34.4个million的USD 增长到了41.8个million的USD 然而呢 它的Sales呢 在所有chip产品之中呢 不同种类 还有整个全世界 major reason呢 都有着非常大的增长 然而呢 世界conductor的 trading的statistics呢 就显示了 整体的Sales Forecast呢 在 也就是Sales Forecast呢 在2021年呢 可能会达到USD 527.2个million之多 对比2020年的 是有着增长了19.7个巴仙 原本2020年的整个Sales呢 只有USD 440.4个million 所以你可以看到 增长是非常的大的 而且全世界的半导体呢 还是告诉了大家 它们的strong growth 也就是更加强势的增长呢 还会不断的在增加 毕竟接下来还会有 AI技术啊 5G IoT 也就是Internet of Things的 不断支持 所以呢 相信呢 在接下来几个季度呢 FrontKind还是能够 交出非常亮眼的成绩单的喔 FrontKind在2022年的时候呢 已经有更加好的计划 因为它们其中一间的subsidary在台湾呢 已经完成了 买了一个building在Soulton Taiwan Sign Park 在高雄市在7月9号的时候 而这个最新的 最新买入的这个facility呢 这个厂呢 应该会在明年呢 投入运作3mm的cheat 因为呢 这是它们最主要的一个台湾的 key customer的要求 所以呢 FrontKind呢 在明年呢 还是能够再交出非常不错的订单 毕竟呢 它生产的cheat呢 是一直不断的在更新的 而且demand呢 还是非常的strong的 然而呢 对于FrontKindGinGin的 Oil & Gas Industry呢 它们还是会不断的追 追更加多的新的合约 毕竟呢 现在你们它们也知道 它的brand crude oil的price呢 不断的在屡创新高 也是不断的在升的 但是呢 对于Oil & Gas Industry呢 它们觉得会比去年的表现还要好 毕竟整体的Oil & Gas Industry呢 其实的那个 Average Selling Price呢 是有起色的 它们也相信呢 它们很快就可以在 New Facilities 在Bengarang那边的Facilities呢 是可以运作的 而且呢 也可以吸引到好几个customer 让它们在Oil & Gas那边呢 有着正面的成长 总结来说呢 Fong Green这家公司的基本面 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在价值投资领域来说呢 也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Hong Leung呢 这Hong Leung Investment Bank呢 也是有给予买入评级这家公司 它的Darget Price呢 是每股3块8毛8的价钱 对于我来说呢 它是能够在今年达到3块8毛8的 但是短期来说呢 它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毕竟之前已经涨了非常的多了 所以呢 如果要买入这家公司的朋友呢 其实你可以在 趁Correction的时候 也是股价有调整的时候 买入一些来作为一些长期投资 当然我觉得整体来说 它在CHIP 芯片这个行业呢 是占有非常大的优势的 而且它最主要的台湾顾客呢 需求还是非常的高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样的分享的话 请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的频道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买卖要致富 要做好足够的功课 也要做好足够的分心 冷静 好好的想想 是否这家公司适合你的投资策略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样的频道的话 请按赞订阅分享哦 谢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 也希望大家呢 能够在股市里面赚到钱